我希望講一下黎智英案 這宗在將軍澳工業村用地的所謂欺詐案 其實就是違反租約 我覺得這個惡劣的程度 我不知道將來這個所謂勾結外國勢案是怎樣審的 但是惡劣的程度對香港法治破壞的程度 我覺得是19年以來最嚴重的這宗案 其實它在佛制上很多案件都搬入了 譬如現在一告暴動罪 總之你沒有參與過任何的暴動行為 沒有證據也好 你在現場出現就已經是暴動罪成立了 在暴動現場出現就已經是 一定重判的了 剛剛最近重判了一班 起碼四年 理大 是的 所以這個已經將普通法裏面 然後我們對於一個刑事罪行的理解 那個舉證 其實那個理解已經改了 包括現在刑事罪行第九、第十條的煽惑罪 也都改了 這些已經發生了 通過這些判例 但是這次是什麼呢 這次更加將那個 你說我煽惑罪 我不上社交媒體 我不說話 你耐得我何呢 接著到這個什麼呢 到這個暴動罪 我沒有在理大現場出現過 我從來沒有去過這些暴動現場被拘捕過 那我就沒事了 這次黎智英案之恐怖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它將一些根本不是刑事罪的東西 剛才所說的暴動罪 刑事罪行善惑 都是寫在法例裡面的東西 好了 這次是強行堆砌到它 騙了工業村一億多 其實它所做的東西 和大家做的東西 平時做的東西沒有太大的分別 就是說現在住在工廠大廈裡面 工廠大廈裡面都需要你轉做這個經營的方式 或者轉做住宅 你都要補地價的 好了 有些業主將這個工廠大廈的劏房被人租住 這個上任的運房局長陳凡都知道的 陳茂波甚至說過可以給他們豁免 我想問 全部都可以抓住了 叫做欺詐 因為欺詐了那個補地價 它用補地價這個東西作為黎智英的惡劣程度 強硬誇大到它只是將自己的秘書公司的登記地址 你放在將軍澳東業村裡面的一串 黎智英所犯的所謂犯的嚴重罪行 只是這件事 好了 所有我就說你一路數下來 那你慢慢的違反消防條例 又可以是欺詐的 因為你現在那個所謂damage 原來是這樣算的 大哥串謀殺人都不用判得那麼重 還有之前 什麼政府的那些測量師 怎麼樣去騙政府的那些防樽 都不用判那麼重的 判十幾個月而已 就算罪名成立都是 最多20個月而已 長期騙政府這個公務員 但是一個這樣把自己的秘書公司的登記地址 放在工業村 工業村是不是不容許的呢 是可以容許申請的 可以通過工業村去批准你 但是我想再問一次 除了《蘋果日報》之外 在大埔工業村好 張冠澳工業村好 很多這些的傳媒集團 有沒有將它們上市公司 或者是大股東的私人公司 秘書公司的登記地址放在那裡呢 包括TVB 是吧 好了 接下來 你記不記得之前梁振英上台的時候發生過的 《長實集團》出售這個Service Apartment 結果梁振英 找SFC秘書推理他 最終可能拆掉了 就是說 現在香港 大家以為黎智英案我又不是黃絲 和我有什麼關係 只要你被國家政權視為你是政權的敵人 就算你只不過是改建了 潛建 都可能要坐牢 是不是 潛建就是一樣 是不是你交少了差響的 你佔了一個地方多了 其實是 是不是 霸佔工地 是不是 全部如果好像黎智英案這樣舉證 這樣計法的話 全部都是跡板來的 如果十幾二十年潛建的那些 是有意識嚴重罪行來的 我問過阿土伯 肥佬黎似乎就在司法抗爭的態度裡面 什麼案都會盡能力打入終審法院 我就沒有留意到在這案件裡面 究竟辯方有怎樣去幫肥佬黎去做辯護 因為這個 我只能夠在香港 我只能夠用一個學術研討的角度去問法官 問一下湯家華 問一下政府 就是普通法我們 sight知什麼叫普通法呢 普通法我們知道歷史就是 習慣法 各處鄉村各處你在英國的工業革命 前夕時候 怎樣搞法呢 相對於大陸法 一條條文很死板,寫得清清楚了,各個地方都要跟 英國佬就開始說,你哪些一直做的事情 習慣了的東西,然後就約定俗成 這個就是普通法,我們一直認知的東西 在這宗案裡面,其實香港的商業習慣 陳廣辭法官就說,我不懂商業的,可能這是真心話 在香港的商業習慣裡面,有哪一個,好像細良這樣說 或者我們看這宗新聞的時候,有多少人習慣都是這樣去處理一些租務上的問題呢? 科學員本身沒有去對付黎智英、肥佬黎 或者是追回他不遵守地契的時候 根據陳廣辭法官的說法就是,因為科學員害怕了肥佬黎 他的一個傳媒的大機構,藉著傳媒的保護傘 令科學員不敢去做這個巡查 這件事我覺得很有趣的 原因就是,在證供或審訊過程中 我又沒有聽聞過,科學員已經通知了肥佬黎 有件這樣的事,我想你改正 然後肥佬黎就說,如果你追我錢的話 我就找蘋果日報來寫照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有件這樣的事的話 都符合陳廣辭這個罪術 但如果你發現了一件這樣的事 你科學員是沒有跟進的話 這個責任是科學員的責任,不是肥佬黎的責任 你是科學員自我審查而已 或者你怕了他,或者你什麼任何原因 你自己懶你沒有去,糾正了你的錯誤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詐騙這件事 我們的理解就是,通常我們警訊時 經常說,無論是祈福黨、保虐黨 甚至現在的電話詐騙案 現在還收到的 我一天都收到三個電話,在香港 說你安心出行有問題,叫你按鍵 然後叫你付錢,你本身是有損失的 你不應該付這筆錢給別人 完全是透過一個失實的陳述 補藥、正、祈福、安心出行有問題 這樣就詐騙你的金錢,很容易理解 但肥佬黎這件事,保地價的問題 我們不說這個是不是應該存回民事的訴訟 或者過往的慣例,都是用民事去處理這些合約糾紛 一直以來,科學員有什麼損失呢? 是,在這件事上 在這件事上 如果是有的話 如果肥佬黎或者壹傳媒 補回地價,你還好嗎? 講盡給你 我看到其實計算的赤價方法 其實那裡工業用地 我看到有些報導 我不管你計算到多少錢 你現在罰款就罰200萬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又要追回科學員的保地價問題 如果按照《勢良良》這樣說法,港道兩億 那補回兩億就行了 這個只是商業糾紛而已 不是剛才我們說的保虐黨、祈福黨那種詐騙 所以你這樣定罪法的時候 現在還是不是普通法的框架呢? 我就想問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是一國兩制的偉大法明 其實這套東西不算是普通法的東西 不如直接說我們現在不是在行普通法 那不就更好 我們見證一國兩制就更加偉大 那不就更好 所以為什麼英美裏面 特別是英國有這個聲音呢? 就是要求那些海外法官 不要再留在香港的法院 中審法院裏面 是有原因的其實 原因就是香港現在不是在行普通法 可以突然間這樣 其實是針對黎智英個人的 其實是一種政治迫害的 如果這些所謂普通法的法官 我麻煩那些法官大容 海外法官 就是紐西蘭 加拿大都有的 澳洲啊這些 英國啊這些 看清楚這個陳廣池的判詞 看了控辯雙方所呈交的證供 你們自己覺得判斷 黎智英案 是不是政治迫害 對自己良心交過 如果香港可以公義 這個是對普通法的破壞來的 不是只是香港問題 是對common law的破壞來的 這個是成為案例之後 如果你容許這樣做 是為了那些少許錢 每年過來審案的時候 對外國法官可能是很大不數字 但是你們讀這麼久 讀法律 是吧 所謂的公義 如果在你眼中都比不上 香港司法機構給你少少的 女費 酒店和這個審案的費用的話 我覺得這個人格是崩潰的 第一這些海外法官 第二很多人沒有留意到 其實這宗案的那個手法 你知不知道這個案裏面 有一個污點證人 就是這個財務總監周達權 就是轉了做共方的污點證人 為什麼呢 大家想一下 其實他轉了做污點證人 都沒有什麼對得死 反正那個官都這樣去判 其實都不關那個污點證人的事 但是大家沒有留意到 在台灣《蘋果日報》出售給黃浩的時候 發生過一宗羅生門事件 就是後來現在堅出來公開交代 就是說是周達權指使他出售 配合 將台灣《蘋果日報》給黃浩 但是另一方面 一個黎智英的助手 Mark Simon就說這個出售是不合法的 於是就出現了這個爭培 其實你現在看回頭會發現 就是這個周達權 配合將這個交易 黃浩這個交易本身 跟他轉做這個污點證人 放生他 現在另外一個都要坐十幾個月的好像 沒有黎智英坐得這麼重 黃 他的另外一個案件裏面 另外一個被告 十幾個月 你想想 那個 背後 我的意思是嗎 這件案背後 轉做污點證人之後 有沒有一個條件 是這個周達權 就要配合 將台灣《蘋果》賣給一個指定的 這個營運者呢 這樣 是嗎 當時 香港政府在5月20號 委任清本人 指定一傳媒董事 戴偉文發出的全領公司信 指台灣《蘋果》高層葉一堅 與港籍人士領項全權 處理台平資產交易 不過開份文件 這個簽署 就是被指為的 就是偽造的 有吹哨者 向這個台灣的傳媒透露 周達權與香港警方一直有聯繫 而他與王浩共同運作的 台平交易 沒有人周達權可以從中獲利 爆料者說 周達權極可能受到當局壓力 才必須積極促成出售台平 是吧 就是5月轉了做共方證人之後 台平交易立即有新進展了 最終也出現了就是 這個台灣的黎智英的助手 就是禁止這個交易這件事 就是說 不只是單案 在法庭不簡單 在法庭以外 這些手法 你想想多恐怖 補充一下 壹傳媒 集團行政總裁的王偉強 他也是同時告詐騙罪的 其實他進來做 坐這個位 這件事 就是繼續 你說力高一間公司 一直在State & Close 一直在運行 他沒有理過這件事 就告他詐騙 然後這樣也要坐一年九個月 其實他都很冤枉 還有他現在說所謂的嚴重 嚴重就是他騙了多少錢 騙了多少錢 就不是說 很簡單 如果我向這個科學員說 這個地方只可以做某些行業 好了 我申請來做這些行業 除非我大幅改變用途 我說做傳媒 印刷其實不是的 我裏面是一個拼頭牆 或者是一個這個叫做 wall game center 你可以告我 終止我租約 立即趕我走 大家打官司 收回 現在所有工業村裡的政策都是這樣的 是嗎 不是 這件事 它的力高公司 只是佔整個 整個工業村總面積的0.16% 100%都不夠 千二呎 其實就是一個辦公室裏面 我想就是share that cost 反正公司裏面那些人 那些聽電話和秘書 就處理了這個私人公司的事務 我想就是這樣了 那件事就是 這裡在大量的工業村裏面發生這件事 是不是 很簡單 就算你說現在 在這個荃灣那些的工廠大廈裡 你嘗試上去走一次 有多少工業指定用工業生產的工廠大廈 是在做不是工業生產的事 Party room 私房菜 Walk game center 私房菜 卡拉OK場 小型足球場都有 是不是 Bank 房 什麼都有 這個就是那個性質 那你就說 喂 如果你租商下的話 這些營業場所 那個赤價不是這樣的 是保地價的 如果你轉變這個用途 是不是 如果政府將它轉變成為商下 就可以有10億的收入 你現在這樣的話 你欺騙了政府10億了 他現在這樣爭 其實就是那件事 性質就是那件事 怎麼證明它呢 因為那間公司放了很多年 其實大家都知道 過去這些事情 第一 是不會執法 工業村也是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為什麼呢 它也沒有真的改變到那個工業村裡面的用途 很簡單 等於我就是說 那邵氏那個現在在香港的工業村裡面的那個影城 有沒有其他office的公司的東西掛了名字呢 這個只是掛了一個名字 一個處理它私人業務的一些秘書公司 如果你說 喂 它靜靜的把一層畫出來做這個Jacoche 拿來做這個淫婦 有女招呼卡拉OK 這樣就說 都沒有 如果有多少都找了出來 是不是 都沒有 根本你說 我們經常講法治 法治我們看什麼 看proportionality 是不是合乎比例 改變用途 的嚴重性 不在於現在堆砌出來的那些所謂 騙了政府多少錢的問題 而是說在於它是不是合乎比例 如果它佔了這個傳媒集團 你說做傳媒 一傳媒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傳媒集團 主要的業務是做出版和印刷 但是它裡面有0.1% 千多呎是拿來有一間房 給它私人公司在那裡用 你就追討它的租金 也好什麼都好 你可以叫它賠錢 你可以說它違反租募條例 其實根本都不會 然後就趕了傳媒走 你現在就說它傳媒惡 所以就連這個科學員都不敢執法 我想說 哪一個科學員的職員出來說 因為肥腦禮空它 我們起碼 法庭審訊都是facts 這個事實基礎 是不是 有沒有事實基礎 或者只是法官自己的interpretation 是不是 說到肥腦禮十惡不赦 你來搞我 我就搞你 他現在這樣說 有沒有證據我想問 有沒有證人去巡查的時候 被記者拿個牆火堆住 然後不准他們 上去那層樓 甚至禁錮他們呢 這個就是證據 如果是的話 我現在移民 我現在只是提出一個移民 我覺得 如果你說香港回來了 香港七攬之後回來了 這宗新聞 你會叫在外國做生意的人 是這樣把總部放在香港 如果他的國家和中共有貿易糾紛的時候 死定了 是不是 還有香港大媽三不肯捐錢給大陸的時候 又死定了 這個才會是對香港跟著下來的商業的影響 你以為這樣弄死黎智英 其實弄死黎智英 你在跟著的勾結外國勢力案 都可以弄死他 起碼半十年 二十年 憤怒的原因就是 你竟然是用一宗這樣的工業村案判他六年 五年九個月 然後造成了後遺症 是不是 一概不承認他犯了法 這些就是廢話 如果你覺得外國商界的人 對這些Case沒有反應的話 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活該死的了 中共這個惡魔 就是由這些眼中只有利益的外國的商業 商界的企業養出來的 如果你有少少的倫心你見到 如果你眼中都是只有利益 你都看一下 你將來如果你的利益 被中共視為國家敵人的時候 他會在這些商業糾紛裡面 怎樣去處理呢 怎樣對付你呢 不是坐幾個月 不是罰錢 是69個月坐 這個就是那個後遺症了 我告訴你 是不是 律政司出來講一下 是不是 為什麼不出來講 等於盧寵謀一樣躲起來 是不是 到現在又不用釋法了 為什麼又不出來講 黎智英案 一押押後到九月 大哥 是不是reasonable 我想說 不需要講 現在完全不 辯方有沒有抗辯 你說有個時間表 你見到有個釋法行動進行 我都可以看著 那現在沒有 那 你無限期拖下去 我等他開會 他沒有通知我什麼時候開會 理論上應該就照常審 是不是 但是當然 現在講這個道理 就浪費氣了 是不是 其實政府都說了 出來 當這個 美國 國務院發言人出聲 英國也是 就是一個外交事務委員會 阿泰的事務委員會主席 在國會裡面出聲的時候 那就是外交部署官 突破完公署 再加上這個特區政府 就是強烈譴責咯 是吧 說好香港故事 當然 你說好的對象 就不是歐美 可能是一帶一路 非洲 阿非拉國家 但不是 近來又 近來連伊朗都頂不住大陸 因為上一次我們提過 習總會去了阿拉伯峰會 是 因為要哄沙地 用人民幣結算這個 買這個原油 但是沒有了聲氣 但是哄沙地的時候 又說到沙地和伊朗的一些主權 有主權爭議的地域的時候 就黏在沙地的立場 令到伊朗很生氣 伊朗的報紙在這裡譴責 譴責中國 在這裡打嚇台灣 這個好笑 所以 還有把香港抗爭的新聞 放在頭版 伊朗全部 是啊 所以 我也是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其實有沒有一些 英國的法律學者 英國的大法官 我們不知道 或者我比較少留意 英國那個 我們香港 律政肖大權 我不知道英國的律政大臣 是否等同於香港的律政司 才有這樣的無限制的 一個檢控的權利 但是現在這種審案的方法 究竟還是不是一個普通法的審案方法呢 其實這個只是開端 土伯昨天也提醒了一件事 因為在去年 是2月的時候 夏寶龍正式在一個 有一個場合演說的時候提的 要指明黎智英、戴耀廷和黃智峰 要依法嚴懲 這個是最高指示 所以所有相關的案件 你沒有都要做到 有得告他的時候 我不知道 即是當日這個 如果東方日報那宗恐嚇記者案的時候 現在才擺上去的話 會不會黎智英又可以重判 即5年9個月 可以恐嚇 可以重判一點 那黎智英 我們只是一個開端的 我們還有 Benny和枝豐哥 在這裡 如果他們的案件再上去的時候 究竟會有些什麼情況出現 今天其實我們認識的 有些朋友 都在法庭審到 林卓廷、尹兆堅和黃碧雲 又因為這個 擾亂立法會工作 然後各自判了7個月 5個月 林卓廷和尹兆堅 就已經在裡面 因為初選案 黃碧雲有得保釋 所以他應該 我沒記想說 是第一次進去坐 因為上次初選案 他可以保釋出來 他可以保釋出來 但是我們都已經 師兄見慣了 立法會議員 你告立法會議員 擾亂立法會議員 佛創 是不是 那 所以 其實我想 只能夠反映到一件事 就是 你在香港來說 其實法官我懷疑和盧寵某都差不多 我們上一節提過盧寵某 為什麼上面變 轉了彎的時候 下面都 仍然是寧左勿右呢 同樣代理 法治裡面 如果放寬 內地放寬 防疫限制 希望吸引外資回來的時候 這段時間 你猜應該 習總 都不想和西方的關係搞得那麼僵 應該是 那 土伯經常說 這叫籌碼論 你現在香港 人質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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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主打籌碼 是這個時間拿來講數的 但是 展示到是沒有數 講 是 我覺得 現在都不用直接下達命令了 我覺得 那些法官懂得做的 我們以前在70年代 很流行一個用字 那些警察收片的時候 就會說一句懂得做 他不會問你的 因為我們在做生意的就知道 看到很多小販 那些警察過來收片 或者市政過來收片的時候 都是一句懂得做 自己就會自動在鐵罐那裡 問一些錢出來給你 現在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 法院是會懂得做 黨想你怎麼判 你就想想怎麼判 過程裏面我不會幫你想的 你自己想好 總之我要的結果是這樣的 那已經現在這個 大家無睹的了 我說黎智英這個 所謂違反租約這個 這麼惡劣的程度 是比起之前 所有 這些所謂 根據刑事罪行第九 第十線劃 暴動罪等等 全部都已經加了 扭曲了那個法律的了 都沒有這麼惡劣 這個是更加惡劣 因為他將那個法網 是威脅到每一個香港人 已經是 我也說 很簡單 你在工廈裡面 哪一個不知道 那些工廈根本上 已經沒有工業生產 工廈裡面做骨灰鞍呢 政府知不知道工廈裡面 有骨灰鞍 當然知道 好了 我現在就有興趣 去了解那些建制派 在工廈經營骨灰鞍的 究竟他們會面對什麼的刑事起訴 那些市民的骨灰 那些工廈裡面做骨灰鞍呢 大把 那是不是工業生產 做骨灰鞍呢 以骨灰鞍呢 以骨灰鞍呢 大把 那這個是不是工業生產呢 我想問 如果要補地價的話 又欺責了政府多少錢呢 用同樣的邏輯 那些道士 有沒有惡劣地阻撓這個工業署去巡查呢 或者這個 誰負責了 我也不知道了 產業署是什麼 去巡查這些 不是勞工署 工廠 違反這個工廠 企工業經營條例呢 這樣 是吧 還有 勞工署有沒有巡查過 那些大量 建制派 在工廈裡面的私人會所呢 自己在那裏 擺紅酒啊 聽Hi-Fi啊 拿來招呼那些親朋戚友 甚至整檔私房菜在那裏 我所知就是大把 地址我也知道了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打開那些冠蟲的話 你就自己要想著你守得住才好 是不是 因為這個情況本身 這個是一個社會裏面普遍的現象 當然很簡單 因為扔垃圾 以前經常舉例 如果你的章子寫著光時兩個字 就不是用這個扔垃圾 這個《簡易自罪條例》裏面的罰款 是要用國安公署去抓了你不准保釋 然後跟著就要由指定法官陳廣辭去審 然後就找你過去社交媒體裡面 like那邊一些的網站 哦 你like Donald Trump 哦 你like這個《紐約時報》 哦 上去看CNN 全部邏輯成為你勾結外國勢力 所以你扔了那張 寫著光時的紙巾 其實就是這樣啊 現在 是不是 用所有動機論 推測 以及機會成本方式 去計算政府的所謂potential loss 什麼東西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算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他在那個 一些這個 一個潛建物 或者一個違反消防條例 都可以造成大量的potential loss 其實就算是一個違反這個 叫做 食環處的 這個 那些的 處理食物的條例 令到那些人 吃完肚痛 你都可以計到那條天文數字出來的 其實是 但是從來這個普通法就是你要用事實做基礎啊 為什麼普通法這麼難去申訴這個痛苦賠償呢 就是因為那樣東西是一個fact base 你說我受到這件事影響之後 我很痛苦 慢慢睡不著 好了 你要證據證明了 你慢慢睡不著 之後所帶來的損失是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去claim這個索償 所謂痛苦的索償是判不到的其實 就是拿不到錢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現在原來不是了 原來計這個損失就是這樣的 用創造式的方法去計算的 所以我不是說整個普通法會改變嗎 這個 這個不是黎智英的問題來的 最終你會發現 香港的大變化裡面 受害的就是留在香港做生意的人 我告訴你 你說普通市民 是啊 你現在今天 你要想著奉公守法就沒事 其實不是 其實 是不是 你想想說到黎智英去 令到那些科學員那些人不敢執法 這樣都說得出我 我覺得其實 因為它是一個傳媒集團 是不是 所以我說法治的崩潰 從來都不是個人的事件來的 其實是由個人事件開始的 法治的崩潰 你看到1949年到1969年 這30年裡面 中國大陸怎麼重建對法治的信心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 因為一旦崩潰之後 整個制度的運作裡面的部分就改變了 而改變了的話 所有的案件出來 都會變成是背後有政治考慮 是不是 我就說你看到台灣蘋果案 出售裡面的爭執 周達權的角色 你想想整件事情 背後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黎智英不肯出售這個台灣蘋果 於是又再將它的刑罰 判以重刑呢 不得不令人有這樣的疑問 但是對於肥佬黎的處境 當然我想他不在意 但是我們外面 我們很想有人出來說他的公道說話 但是你就要想 如果肥佬黎在國際間引來一個反響的時候 更加就坐實了北京對他的評估 或者是這個人 外交部就這樣說嗎 譬如他是馬前出 馬前出 歐美代理人的時候 你這樣說下去的時候 兩樣東西 說了很久 不知道是否因為黎智英這個因素就會發生 第一樣東西就是 美國其實在對香港的報告裡面 有提過 其實香港的一些法官應該都會是 協助這個 減低香港的自治和言論自由有關 這樣說法的時候 是否會進一步 會出現了會有制裁法官的情況出現呢 開一個先例呢 這是第一樣東西 第二,英國方面 因為這次很清楚 因為黎智英是英國的citizen 英國的公民 現在英國的國會也都已經提出了關注的時候 那也是否開啟了 因為英國一直以來沒有跟美國 現在暫時只有美國財政部制裁香港的官員 英國和歐盟是未跟的 未出聲的 會不會因為這一宗案開始 然後認真是啟動了 英國是會開始制裁這個香港的官員呢 這個反而我關心的時代發展會是怎樣的 我覺得有政治效果的 因為泰國那個政治迫害那個色彩 大佬鑿在頭那裡假裝看不到都不行 你對於一個在普通法的地方裡面 用一個這樣的叫做違反租契的方式 而去重判69個月 你叫人家去接受這件事 我覺得如果告訴你是OK的那些人 在西方社會都沒有辦法立足的 如果是政客或者司法界的人 或者是法官或者是傳媒 因為完全違反我們的常識 不是違反什麼法治精神的 法治背後 普通法背後都是普通法 所以我就說 即是說將來用很多民事 本來是屬於民事的東西將它刑事化 然後用欺詐做去起稅 這個就將會成為香港的新常派人 我想問當政府沒有錢的時候 向那些地產老打心口的時候 我要做一些地 你投到的不過我要建公屋 你敢不敢不建 總會在政府裡面的這些所謂申請規劃的過程 或者是這些出售樓宇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一些範例的東西呢 總會有 我覺得 鄧炳強剛剛才說完 會用一切方法 這個要Google做事 是吧 那Google 會不會有欺詐的成份 擺一張 你便試一下 我覺得很簡單 異勇軍進行曲 放在這個search engine的首選裡面 你不要看專子的漫畫 處理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電腦 調轉去擺在裡面 那就可以把那個次序調轉 但是專子不能擺一件事 就是現在iPad好 手機好 那個Screen呢 你調轉它 它都會繼續 自己會adjust那個Screen 你可以鎖住那個rotation 對 很多都可以自動 你不會有什麼 但是